发烧是新冠肺炎最常见的症状 所以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测量体温已经成了全球新常态 也是公共场合防疫的重要防线之一 不过在非洲国家乌干达 由于体温计的需求量暴增 导致价格水涨船高 让很多乌干达人买不起昂贵的体温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一家智能手机厂商 他们就突发奇想 把智能手机跟体温计合二为一 让手机除了有通讯功能 还能够测量体温 拿起智能手机对阵头部 再轻轻点一下荧幕 体温36度正常 智能手机竟然还能测量体温 由于新冠疫情来袭 让非洲国家乌干达 一家中资背景手机厂商突发奇想 在新生产的智能手机里 加入红外线体温测量的功能 为防疫出一份力 只要你订阅了你的手机 和你接线到网络 手机会有自分析 这可能跟其他人的风格相差 使用普通计划 给你试试 新冠疫情让体温计的需求量增加 也把体温枪的价格 甚至在当地一度被炒高到400美元 对此手机厂商希望可以和政府单位合作 让当地人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 购买这款具有测温功能的手机 如果这一项计划成功的话 不但能减轻当地的防疫工作 也能让许多乌干达人 有能力购买人生中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跟上科技的步伐一举两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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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